大稻城 遊客中心已經開始過元宵節了 這是他們的燈非常非常的好看 這是繁華的永樂風景 傳統的燈籠工藝要把曬乾的竹子以燙火慢烤 然後再編織補架再提字 現在呢傳統的公藝呢 點亮燈籠就好像亮起一份希望 溫暖很多遊客及遊人的心